嗨,大家好,我是使用Cup,我是陈怡宁 今天我们来聊99%的女生都困扰过的一个问题 脸大怎么办 其实对于脸大的话,最好的修饰方法还是发型了 但是我很痛心地发现 很多大脸的女生都没有找对方法 不但没有把自己的大脸修饰好 还起到了反作用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正反两个角度一起来聊聊 脸大的女生尽量不要留什么发型 然后如果你想显脸小的话,什么样的发型比较好 可能你以前就看过一些影像号发 什么发型就是最显脸小的发型 但是其实我们稍微动一动脑筋就能想到 哪有一种发型能够适合所有人呢 所以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脸大 第一种是骨骼感大脸 下颌脚比较宽,比较方 然后脸型有一定的重量感 这里说的骨骼感大脸哦 可能你脸其实没那么大的 但就是吃了脸型上的亏 特别是一拍照 视觉上就会比花子脸,鹅蛋脸更沉重,敦实 第二种呢,是圆润大脸 这个和骨骼感大脸相反 你的骨感很弱 但是肉感很强 特别是我们五官不那么立体的亚洲人 如果身材有点胖 或者天生脸蛋皮肉比较厚实 就很容易显得脸大脸扁 那第三种情况 大家这几年可能听得非常多了 就是头包不住脸 那到底什么是头包不住脸呢 从侧面看 颅顶低,头型扁 耳朵靠后 感觉头部的比例很小 一眼看过去全是脸 比如荣朵人和阿萨这张合照 我们明显看出阿萨的头型是更饱满显脸小的 再从正面看 发际线高 耳朵被挡住 脸的面积几乎把整个头部都占满了 这样就会有视觉上这种头包不住脸的感觉 欧美人的话 Olivia Wild也是这种类型的大脸 不过头包不住脸不一定是真的脸大 可以说是一种显脸大的特征 而且可能和其他脸大的原因是同时存在的 比如荣朵儿 既是头包不住脸又是方脸 那大家现在会判断了吗 你是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 或者有哪几种呢 可以在弹幕上扣一二三 看看有多少人和你一样 好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 各种类型的大脸需要避开的发型坑 第一种骨骼感大脸 如果你发量少或者骨骼感特别明显 那你就千万不要披直发 会显得很沉闷不清爽 而且还很考验光影 光线不好的话就会显得你的骨骼感特别明显 刘海也是方脸妹子要避开的 你一流刘海 大家视线马上就被吸引到你的方向和上来了 那第二种肉感脸 主要问题就是脸上肉肉比较多 有种往下坠的厚重感 这样子也会给我们一个启发 对肉脸脸来说 进一步拉低重心的发型就不适合了 可能很多人都见过这组古老的照片 所以前些年有人经常拿这个对比说明说 中分就是最显脸小的发型 你是不是也相信过呢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很多漏洞的 我们先不说中分对鼻子啊 五官对称性的考验 光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就很难实现 因为你很难让中分一直维持好你想要的样子 最常见的情况是 中分塌了之后 这个刘海就形成上窄下宽的A型 把你的脸切分成离形 这样就更显得脸大脸蹲实了 然后除了中分肉感大脸 最好也要避开一切低重心的发型 什么是低重心的发型 就是发围很厚重 在脸蛋的下半部分就往下坠 往下膨胀的这种感觉 也会把你的下半张脸横向拉胖拉肿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 头发围住脸这种情况 这个很简单啊 就请你记住一点 千万不要实实在在的梳头发 就不管是披发还是扎发 紧贴头皮的发型都会显得我们的头脸比例更加失衡 视线之内就全是脸 那接下来我们再延伸讲讲哪些才是适合大脸的正确发型呢 这部分我们就换一下顺序 先说头包不住脸吧 因为这个特征经常会和其他脸级特征一起出现的 头包不住脸的原因是纵向和横向上脸占比头的面积太大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思路来调整比例 一种是纵向上增大我们头部的面积 把头顶挑高让发型蓬松 另一个方法就是从横向上缩窄你面部的面积 比如说用一些小碎发挡住你的脸颊两侧 很适合圆脸短脸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头包不住脸的同时又使骨骼干方脸 那么呢你就既要挑高头顶又要修饰一下骨骼 这样呢就选蓬松的微卷发最合适了 如果你是头包不住脸的肉感大脸 那更好的思路是用刘海来增加一下头部的高度 好了那说完了头包不住脸剩下的就简单多了 如果你是纯粹的骨骼干强显脸 大家可以留蓬松微卷发 用卷发的曲线感灵动感来平衡一下脸型的方正 或者呢干脆把头发扎起来让脸全部露出来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担心啊 其实你别这样想 因为如果你头脸比例还不错的话 这种骨骼型的脸把你的头发全部扎起来 反而会显得非常优雅高贵 因为方脸其实也是我们的个人特色嘛 相比瓜子脸额蛋脸 反而会有一种优雅又有力量感的辨识度 那最后再来讲圆脸肉脸 如果你的头脸比例不错 你可能呢就不要留刘海会比较好看 尽可能增加你脸蛋的长宽比 让脸看起来没那么短宽 稍微留一点小碎发修饰就可以了 好了那大家是不是发现 其实这些发型修饰方法都不难 重点呢主要是先认识好我们是哪种类型的脸大 然后找对方法对阵下药 那不管大脸小脸 头肩比头身比和谐 就都是好看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一味的追求脸越小越好 然后整容消五重的事情 大家最好也是不要去做 代价真的是很大的 先从发型和妆容入手 也能够修饰个八九十了 好那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的话 请记得关注我 主页还有更多审美干货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